Odia Jungle 群众纪律的人合适,采取零容忍的态度,损坏群众东西要赔偿,依次,黄克诚在从淮海区到严富区区的路上,发现一匹战马正在啃田里的麦苗,马夫坐在一边抽烟,黄克诚立即走过去严肃地对马夫说,你的马吃老百姓的青苗了,你知道吗? 马夫抬头一看,是黄师长,急忙站了起来,快把马迁回来,是,马夫赶紧把马迁回,你当兵嫌种过地吗?马夫羞愧得低下头,种过,你知道种田不容易,为什么还放马吃青苗,损害群众利益? 黄师长严肃批评了马夫,还找来了脸队的指导员,命令他找到买田的主人,向农民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,1941年的黄克诚又一次,黄师长的小红马,看了朱老汉家的杨树皮,他立即命马夫小李,代表他去赔礼道歉,并赔偿两人抗币,朱老汉不肯收下,来到黄克诚的驻地,说,黄师长,新次军为了抗日, 连命都不要,马偶尔啃了一块树皮,你也要赔,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?黄克诚耐心地解释说,新次军有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,人人得遵守,我的马啃了你的树皮,当然得赔,朱老汉说,马又不是人,他啃了树皮怎么就违法了纪律,这钱我不能收,数月后,部队离开时,村长给朱老汉送来了一封信和两块钱, 信中写道,朱大伯,数月前,小红马啃了你家一颗杨树皮,这两元钱赔款,望你如数收下,信的末尉是端端正正的黄克诚三个字,四支堆注在东,西党冲西间,纪律严明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不侵扰群众,爱顾群众的财产,借群众的东西,一律按时归还,如有损坏 照价赔偿,一个战士借了群众家的一幅大门,做大铺睡觉之用,不慎将损头弄坏,他们就按新门价格做了赔偿,各团驻扎期间,要经常出去打鬼子,每次临走前,班,连,排掌,都要检查战士所借群众的东西,是否已经归还,如矮,快,板凳,门板等, 住处是否打扫干净,然后才离开,严重违纪要枪毙,1938年6月以后,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到苏南迪后,连续对日作战获取胜利,军委大阵,群众认定要抗日救国,只有依靠新四军,支援新四军,成此大好形势,一支队政治部主任流言组织工作组,发动群众,此时,一位功劳不小,老红军出身的崔士远, 监污了一位妇女,群众愤怒,坏人挑拨,国民党幸灾乐祸,向一支队施加压力,流言和军法处调查署时候,认为虽然监污并非死罪,但如不严惩,就会脱离群众,就会给国民党一把柄,流言向陈毅汇报后,陈毅果断地说,为了严整军纪,杀意警百,召开公审大会,枪毙,公审大会由流言主持,除群众外, 还邀请了统战对象,镇江和巨龙的国民党县长,和附近国民党的游击司令列席大会,陈毅代表新四军,重申三大纪律实相注意,枪毙了那个吹士元,对新四军来说, 只要违反群众纪律,资格在老功劳在大,也有严惩,东进时的流言左二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,也是群众纪律, 据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炳成的警备员回忆, 1938年底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机关移住到黎头桥附近的一个村庄,这个村子有个习俗,祖祖辈辈不吃狗肉, 有一次,张炳成的警备员,弄到一点狗肉,可没有锅主,就去找房东借锅,怕说真话借不到锅,就说是羊肉, 狗肉炖好后,香气四溢,房东小伙子问,你们炖什么肉啊,这么香,警备员开玩笑说,羊肉,来尝尝吧, 小伙子尝了之后嚷着说,好吃,真好吃,警备员忍着笑没敢告诉他真相, 到开饭吃起狗肉时,想起房东小伙子把狗肉当羊肉,只要好吃的情景,警备员忍不住笑出声来, 张炳成有点奇怪,就问,笑什么,警备员就把事情原原本本汇报了,不料,张炳成把脸一沉,严肃的批评说,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, 也是群众纪律,说过多少次了,为什么不尊重人家,还说假话呢? 在他的督促下,警备员诚心诚意的向房东赔礼道歉,取得了他们的谅解, 1938年的张鼎,程左四是要求带着感情去做群众工作,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, 1938年5月,新四军刚刚进入江南,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军政事部副部长, 兼民运部长邓子辉,就组织了新四军在晚南的第一支民运工作队, 到京县茂林开展群众工作,由于许多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, 是新参加新四军的,没做过群众工作,一场辛苦下来,效果却不好, 个别同志产生未来情绪,不愿做民运工作,要求到战斗部队去了解情况后, 邓子辉立即找来这些同志,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舒服工作, 将自己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,主要是第一步要真心与群众交朋友, 邓子辉在闽西开展农民运动时,化妆成饭茶叶的商人, 找到一户贫苦农民家落脚,与群众三同,这样才能亲近群众, 让群众信任你,与你说真话,最后你才能弄清群众的真实需求, 第二步就要做讲道理的工作,解决群众的认识问题, 那户农民靠租种地主田地维持生计,一家人一年忙到头还缺失少穿, 邓子辉就告诉他,这不是命运不好,而是地主残酷剥削和官府压榨的结果, 只要打倒地主,农民就有种自己的田,收了稻谷都归自己, 最终是那位农民解除了顾虑,下决心跟共产党走, 第三步在做建立组织的工作,那位农民被发动后, 邓子辉就用滚雪球,波浪式推开的办法,让那位农民把执心朋友找来谈, 然后要他们,每人找几个穷兄弟来谈,几个反复,几天功夫就发动一百多人, 打开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局面,这就是邓子辉进行群众工作的三部曲, 交朋友,讲道理,建组织,但是在这三个环节中,有一个贯穿史中的工作, 就是发现群众有了困难,要及时帮助解决,不然群众就会有想法, 甚至工作消极,茂林无事宗辞,1941年新四军北彻, 曾在此召开告别大会,按照邓子辉的要求,工作队进驻茂林后, 白天帮助群众干活时直春更下忙,培养与群众的感情, 和群众交上朋友,知道群众想什么,拥护什么,反对什么, 晚上找群众谈心,有潜入身,亲近群众,为群众讲道理,解一事或宣传党的主张, 有时叫群众唱抗战歌曲,中间插上一段演讲,形势活泼,使群众容易接受, 然后再向周围群众做同样的工作, 邓子辉经常到茂林指导民运队的工作,听取各阶层人士的反应, 他到群众家,总是先揭开锅看看,伸手在米缸里摸摸, 然后和群众拉家长,了解情况,发现积极分子, 一次他发现一个积极分子忽然消极了,他很快了解了原因, 批评工作队负责人说,那个积极分子家里生活困难,工作队不及时帮助解决, 这样对待群众,怎么能保持他们积极性呢? 要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去做,要把群众当亲人看,群众工作就好做了, 按照邓子辉的办法,群众一下子发动起来, 聊,新四军在全军迅速推广了金线茂林民运工作队的经验, 这样新四军在华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, 人们歌唱吃菜要吃白菜心,当兵要当新四军, 无是领导干部真正做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率, 在新四军中坚持官兵一致,军民一致,艰苦奋斗, 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 这一条实际上是铁军精神的关键所在, 也是走群众路线的要害所在, 向英撰写三年来坚持的,游击战争, 1月8日挖多字的长篇报告时, 军部几个搞游印工作的年轻同志才参军, 这几个同志,王新民,顾雪清和黄甫红, 对向英的字体不熟悉,有很多字不认识, 大家研究不明白,连跟向英较久的参谋们, 也认不出来,不得不去请教向英本人了, 由于不认识的字多,一次次去问,太麻烦, 向英就干脆与他们坐在一起,便与他们询问, 向英副军长面带笑容,很耐心, 谦虚地说,我的字写得不好,是功农字, 只有我自己认得,你们尽管问好了, 军部机药科是直接被军首长服务的, 工作比较紧张,没有白天黑夜, 向英很关心他们,有一次, 向英把舍不得吃的一点奶粉和饼干拿到机药科, 送给小机药员们吃,那时候, 这可是奢侈品啊,小机药员们一片欢腾, 向英拿来饼干,同时叫人去冲奶粉, 待把冲好的奶粉拿来时, 小机药员们早已把饼干吃光了, 向英见了,笑着说,你们真是土包子, 饼,干和奶粉要一块吃才有意思, 女机药员周林冰笑着说,你才是土包子呢, 向英跟着大家哈哈大笑,也不生气, 领导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, 干群关系才融洽,1938年1月,南方游基区部分负责人, 合影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导, 在生活上与群众也是一个标准, 新四军在敌后,由于国民党有意少发军下, 再加上日伟完的不断清香, 扫荡与重重封锁, 新四军经济非常困难, 不得不继承供给制, 这是在物资极端匮乏条件下, 不得已采取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, 新四军全军指战员, 只发少量心想, 每人每天一脚钱菜金, 一斤八两米就制一斤等于十六两, 这些米和钱不发给个人, 只发给连队, 由事务长安排使用, 连队民主选举的伙设委员会监督检查, 五天结算一次, 账目公布, 由于官兵一致, 当官的要请客吃饭的自己掏腰包, 1938年冬, 向英请到新四军采访的美国记者施妹特来吃饭, 吩咐警备员到司务长那里借三元钱, 并交代借款从下个月津贴中扣除, 向英的津贴当时是五元, 到1938年底, 为了战胜经济上困难, 向英在新四军中组织, 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节约运动, 向英自动把自己的津贴, 由五元降到四元, 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生活上也是不要任何特殊照顾的, 依次, 三支队副司令员谭振林同志, 送给他一只羊腿, 他分副警备全部拿去烧熟, 警卫员知道他很喜欢吃羊肉, 又考虑到他平时都是和大家一起吃饭, 没有小灶, 就说, 依次不用烧这么多, 留着多吃几餐吧, 可他却硬叫全部烧了, 烧好之后, 他自己只吃了一点点, 其余的都分给同志们吃了, 有一年, 过春节时, 当时群众为劳部队, 送来了些鸡蛋, 机关的一位科长为照顾几位首长, 多分了一点给周子坤同志, 他知道后, 严肃地说, 鸡蛋是群众送给大家吃的, 我怎么可以多吃呢? 立即叫警卫把多分的蛋送回去, 并嘱咐那位科长, 要把所有的慰问品, 都分到同志们手中, 不准留下, 1938年1月, 周子坤左一设于武汉新四军办事处四师师长彭雪峰下, 部队, 从来不允许搞特殊招待, 有一次彭雪峰师长和张震参谋长到九旅, 中午师饭时, 旅里多加了两个菜, 彭、张二位将军坚持与部队一样就餐, 不搞特殊, 直到把多家的菜分给战士们后, 他们才吃饭, 在战争岁月, 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, 离开群众, 革命不可能成功, 事业不可能发展, 群众路线不应该是渐行渐远的红色, 在新时代应当进一步的彰显活力, 发扬光大, 作者喜宣承是档案局局长, 监方是班人,